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 出版的养花问题 一个中文说 你看那个叶子长得这么多 一有花苞就掉了 咋回事啊 其实呢 应该是你新买来没多久 你怎么理解呢 就是 它在原生环境下带来很多花苞 到你家里面多多少少有些环境不适 等到适应环境了以后呢 他就想着哎呀 我拼命长叶子吧 原来的花苞就掉了 它要长新了 长更多的 因为植物呢 在某些时候 他感觉到自己无法生存的时候 他会把所有的营养供给花苞 来留给下一代 他感觉哎 这个地方环境很哇塞 他就多长点叶子 然后多接一些 他还是为了传宗接代 这植物的一个特性 所以说你要了解 你养的很不错 但是呢 掉花苞呢 是属于 环境不适 明白了吗 加强一下光照 适当的用一些磷酸二清甲 会好很多哦 下个做宝说 两盆字字 一盆好好的 一盆怎么怎么的 它下边的那个黄 左边的那一个吗 左边的一个根系长得不够旺塞 臭宝 现在不是说过度的撕肥的时候 略微略微的控水 略微略微的控水 加强光照 你看你左边上肥了 右边我感觉就没上肥一样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就左边略微显得有些肥大 它本身弱 肥料是浮强不浮弱 像长得旺的那个 你多给点肥料 它越长越旺塞 那个不行的那个嘛 给再多也白香 明白了吗 左边这个怎么办 左边这个适当的控水 用一些杀菌药提前预防 明白了吗 再用一些什么呢 老花姨经常卖那个生根液 你可以整个点 那个生根液用用 它会好很多 适当的控水 别的没什么 左边那个偏弱 少给肥 先让它长壮 少 别的没啥 下个周宝说 我这个茉莉杂 一直都卷叶了你 一直卷叶了 缺微量元素 舒展不开 明白了吗 怎么办呢 可以适当的修剪 然后呢 像你用泥土种的 可以用一些个粪粪 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些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估计你得挖下去这么深 然后用点粪粪 会好很多 好吧 叶子不舒展的 那个给它剪掉 让它重新长 正常的养护就行了 下个周宝 芝芝花咋得了黄花病 说过无数次了 就是说白了就营养不良 碱性高导致的营养不良 修剪 用杀菌药 反肥水 记住这三个点就OK了 下个周宝说 柠檬树叶子快光了 什么原因啊 这那那的 下回能拍个整体吗 第一有点缺光啊 感觉是稍微的 还有一个呢 这个时期掉叶子 你就正常的去养护 略微的控水 减少施肥 等到明年春天 它还会长起来 柠檬是很好活的 我之前也养过一个 现在我妈在河北养的呢 室外盆在露天 结的那个果子一束 有点话说我看不到 过两天我妈搬回来 就可以给你们看到了 养得很棒的 柠檬好养 你现在别过多的去干预它 你别乱七八糟的用一些东西 现在就让它静养 还是适当的控水 正常的养护 少量的肥料 用一点点杀菌要提前预防 别的没杀了 觉得不错 点关注 其他想问题的话 可以视频留言 我是老花1 养花最整1 白了就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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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